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修行学佛要在人群中磨练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理事密菩提犹如囚兔角 修行学佛更要在人群中磨练 因为大众的习气不同 一起修行才容易看得清自己的缺点 进而检讨 繁星 改进 而达到清净的究竟解脱 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一个价值 再来思考说他的这个善巧 那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佛法不离世间觉 特别是大乘佛法 那什么是大乘佛法 是菩提心的佛法 是要利益一切众生的佛法 利益一切众生的佛法 它不是在云端上 它是落在那个地面上 那在地面上 它怎么叫落地呢 就是你懂他懂 一切众生都懂 那我站在这个大家都懂的这个立场 我来怎样 我来利益一切众生 乐产林道场 这里是大众共同发心 成就佛道的一个地方 所谓一步一脚印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只要能够在道场中 多用功多发心 就是种下良善的种子 等待因缘成熟 一定能够开花结果 十方新闻归文 许建议 台中采访报导 多用不知 我来世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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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注